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次呢 我主要是陪着我们的文化部前部长 著名作家王蒙到洛杉矶来 因为他呢 到这来参加第二届泥山国际论坛 他呢 将在这里边发布一个主持演讲 那么我主要是陪同我们的老部长过来 那车先生 你是在2015年就退休了 2015年 对 好的 你在退休之前想象过你的退休生活没有 作为一个外交官 你想象过你的退休生活是一个怎么样 最后你经过了快一年了 你的退休生活跟你那会儿想象的一样呢 还是有不同 首先来讲 我应该这样说 我说作为这个中国的外交官 我感到确确实实 我一共干了23年在国外 常住了23年 做了中国的外交官 那么在去年8月份就是到期了 我们退休了 退休之后我怎么说呢 应该说在这以前的二十几年当中 我感到确实这个工作对我来讲 我很热爱这个工作 我确确实实很热爱 就是从心里边喜欢这个工作 一直很全投入工作 但是呢 人总是有这个时候嘛 需要退休也好什么也好 但是从心理上来讲呢 我的反差并不大 并不大 没有多大的反差 因为我就觉得一个人呢 你工作的时候 有工作的 这是一种生活 工作就是退休之后 有退休的生活 就看你怎么样安排 那么作为我本身来讲 我实际上对退休后的生活 我是有所准备的 我是有准备的 我并不说到最后 哎哟 我在干什么呀 退休之后看孩子啊 或者呢 这些都不存在了 所以我就说呢 退休后由我开始我新的生活 新的学习 更成来讲 所以回去之后呢 跟大家我开个玩笑 回去之后我就把头发 原来是个分头 回去之后呢 我就把头发给剃得 就是几乎是光了 就是很短的了 现在长长长 我就开玩笑了 我说新生活 从头开始 哎哟 这个有意思 我就是把退休后啊 这个生活看作 我新生活的开始 而不是说我一生 这个工作的结束 这个新生活呢 我觉得非常丰富多彩 我听到的非常欣慰 邱先生 就说这种很多人 对退休啊 大多数的老人 退休了以后 他们都会失落 就觉得原来的工作状态 这种一种精彩 我今天看着你的气色非常好 我在两年前见过你 在一个特别的晚会上 见过你 所以我看到你 很没有变 而且呢 还是气色 好像感觉比过去好 可见你的生活 是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都知道 邱先生 你呢是一位外交官 而且呢 你是酷爱人学 而且现在在我的手里 放了这么多书啊 就是我们 这个先生 对于我来说 邱老师写了这么多书 尤其你这本叫 《假如还有来生这个诗集》 《昭和诗词学》 这样我先想问一问 你这个 《昭和》这个笔名 这个应该是你的笔名 是我的笔名 你可以讲一下 这个笔名是这个 我觉得有点诗意 本来这个笔名 直接讲一讲 这个笔名我挺有意思 其实在英文的 拼写spelling来讲 赵和 我那个实际上 那两个字呢 车赵和 就是讲赵和 张赵和 和那个就是 这个赵和 就是征兆的赵 和平的和 是这两个 但在英语里边呢 这个赵和也好 它都是一个spelling the same one 第二呢 我很喜欢和花 和花出污泥而不染 然后赵 那沼泽 这是所谓 其实说的不好听 就是一种吃糖 我是这个有点文人的 一种清高 或者文人的追求也好 清高也好 就给这名字 叫赵和 有点女性化 但实际上 我这个人是很男性的 我可可以这样讲 是 东北人嘛 你是东北 然后我想问一问 就是假如还有来生 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这本是听有意思 这本书啊 我这样讲 这本书如果说是 他的诗歌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是个文学青年 到现在是一个文学老年 老老老老 到现在为止 我还对文学 还有一种追求 一种爱好 那么 最早的一首诗 是1972年 哦 写的早 72年 在东北读书的时候 我9岁 1972年 就写了第一首诗 第一首诗 第一首诗是什么 当时我在早晨起来之后啊 一个半冬天 又秋天的时候 万万一看雾蒙蒙的东西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灵感 我就写了这首诗 然后这首诗 我后来呢 还把它记下来 那是第一首诗 最后一首诗 那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应该说是我在2015年初 这个时间跨度很长 2015年的 对对对 所以我是 1972年到2015年 所以我说呢 如果作为诗人来讲 如果靠这个来吃饭的话 就穷死了 这是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爱好 我就是说想通过用诗词这种形式 来表现我的人生态度 特别我的文化外交生涯 外交生涯 我这里边有很多表示 表达我这个苦闷 欢乐 苦恼 这都有 整个来讲 记录的文化外交生涯 这种情况 有时候很有很有 就我自己有时候觉得 看一看之后 还蛮有意思的 很欣慰 很欣慰 为什么叫讲 还有来生呢 我因为呢 我说句心里话 我们这一代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 不幸的一代人当中的幸运儿 我们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我又在农村 说实在当时是看书的机会 还是比较少的 不是很多 但是呢 正好我赶上来之后 都是在上学 上学 上学 我就没有上前下乡 这个过程 那么一直后来 我就自己在学习 读书啊 这样子的 我就感觉到很 后来有幸能够投入 祖国的文化外交工作 我是真的爱这份工作 从身心里来投进去 所以我曾经说过 假如还有来生 我仍然要选择文化外交工作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的真实含义 那我知道你经历了好多国家 好多国家去旅行 去做外交官 你的这个外交官的生涯 对你的写作 有没有一些帮助 有 我应该坦率地来说 我是 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在一个地方盯着 要工作了几年 比如说大家都 希望到美国工作 或者到希望英国工作去 或者希望到法国工作 我反反复复到法国工作 我反复到英国 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我要希望走一走 新的地方有新的挑战 所以呢 我一共是工作了六个国家 七个地方 所以呢 我一直啊 就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特别有一种挑战 我这个人很challenge 我都每到一个地方 都是很兴奋的 投入 全身投入 所以这样来讲 我对我是很 所以呢 我总有一种新鲜感 尽管我是从事文化外交工作 这么多年 但每到一个国家 每个对我都有新鲜感 只有新鲜感 才激发你的热情 你的激情 你的工作热情 所以每到地方来讲 passion passion 始终说passion 对 我觉得人呢 做工作一定有个passion 有一种说法叫 行万里路 圣读万件书 你觉得这两句话 是怎么来看的 我不相信你的经历 对这个话的理解 在古代来讲呢 我觉得这种话来讲 还是有它一定道理 因为要求师啊 不像现在 现在其实我们坐在家里边 就本身就可以行万里路了 跟美国了解情况一上网 全都了解了 这样也可以 但是呢 就是行万里路 做的理由 这也是一种学习 我觉得这个 到现在为止 这两句话 仍然很有用的 但对于我本身来讲 我就觉得 你行万里路 关键你要不要动脑筋思考 你要观不观察问题 你仅仅就去旅游玩 游戏玩之后 没有动脑思考 没有积累 这也等于 so what 其实徐勒伯通 但关键看 你能不能做一个有心人 在行万里的过程当中 把有些东西 你记录下来 思考 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当中 我觉得读书 更为重要一些 所以我这个坦率的来说 我走的这么多国家 英语国家 我都是在搜集书啊 搜集书 在南非来讲 我把南非的 我自己在家里边 专门有一个大书家 就是南非小文库 我给他起名字 叫Africana Afr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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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 都是各种 获得诺贝尔奖的 大的作品 然后我把它那个 就是整理啊 然后最后 我就翻译上了一本书 叫做红宝石 这个是一共是南非的 22位 这个小说家 最节奏的短门小说 这是经过南非 作家大会主席 Professor Oliphant 他肯定 哦 他说你这些选 都是对的 我都翻译过 这本书是 我其实我在国内 我真正研究南非 回忍者并不容易 我觉得挺有学术价值的 我没看 但是我听上去 特别有学术价值 而且每一天文章之前 都有一个 简单的人物的介绍 他也听了解 红宝石 红宝石 这是以一本 一个短小学来命名的 所以要是想要说什么呢 关键看你要做得有心理 你到哪来 找到这么多欧家 如果你留下来就像胸虾子 白毛米说的 然后你都什么没有留下来之后 So what 你十国家 二十国家 又能怎么样 你在一个国家工作了三十年 二十年 你什么也没有留下 又能怎么样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来点 我要做个有心人 我想你读了 万卷书一定有了 英文的中文的 哪一个书 对你真正就一下 对你人生 甚至经历都有 很难说过哪一本书 对我帮助最大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 你床头经常放的 哪几本书 我可以告诉你 我床头经常放的 有三本书 一本是老子 第二本是道德经的老子 这个是有多种版本 我很喜欢河北大学 有一个叫马恒均 叫做老子正宗 这是一本书 还有前一段时间 我读了一个 我们老部长王猛的 他解读老子 他叫做老子的帮助 老子的帮助 这两本书很有特点 那个是从学者的角度 来对文字进行 解读啊 对这个听众 对你很有帮助的 古汉语 因为他搞得起来 这个东西 对你有加深理解 但王猛 我那个作家呢 他那个老子的帮助 他是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 所闻 所见 所听 所感 来对老子 他谈那些东西 进行来诠释 然后这个都很有意思的 这很帮助 我觉得这本书 特别好多帮助 一个是老子 第二本就是论语 论语呢 也是马恒均先生 那个叫做 论语正宗 因为我家里边 论语有好多个版本 那个我喜欢 真正人来看 第三本书 坦涉的是圣经 圣经 这个有好多人来讲 一谈的是 Bible 有的人可能甚至说是 特别是东方人 或者中国人 一谈到特别是 一谈到圣经 好像谈虎色变了 哎呦 怎么这人读圣经呢 其实 圣经是解读 西方文化的 一把金钥匙 称之为书中之书 圣经 对 这个呢 圣经你怎么看 你说的是故事也行 你说的历史呢 不完全是历史 但它有很多解读 这个和中华民族 早期的那个 那个那个 英雄创世纪的 那个说呀 这有些相似之处 这个必须得读 尤其是 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人 如果你不读圣经 你不理解人 西方人这种思想感情 他的这个 这个思想动态 他的文化脉络 历史背景 所以我就说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不读诗 无语言 对 从事东西方文化 西方 我指的西方就是 Cristian Civilization 指的基督教文化 不读圣经 是不是无语言 我就主张呢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人 一定认读 我这个有很多故事 可以亲身故意来讲 我在以色列工作期间 我拿着圣经 我读完之后 然后拿这个Bible 整个把以色列这个 这这这 有的地点 我都都采访过 用上了 我在韩国工作期间 有韩国有一个大财团的 有一个大老板 坐在我旁边 他跟我讲英语 英语呢 去韩国当文化参赞 当中英主任 他说你懂英语吗 我说懂一点 然后他呢又问 你这个读圣经吗 我说也读一点 然后他就跟我谈圣经 谈一谈 我也跟他 就是他谈一谈 后来我笑了 我说实际上 你应该再说这些地点呢 我都拿着圣经 我走过 我开车走过 哦 原来如此啊 很精神 是啊 因为很多读师 不会到实际去考察 考察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 最后呢 他 我们工作起来 非常非常方便 他归我了很大的支持 后来他就说 请你 以书会友 可以这样讲 所以刚才 类似这种情况来讲 还有一件事情 在南非期间 我读了南非期间的 这个就是 红宝书 这红宝书 这是一篇小说 这里边有一个 A.C. Jordan 这是南非的 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文学家 这个 他是这样 后来我翻译他东西 我认识读我的东西 结果呢 他的儿子是文化部长 叫Paulo Jordan Paulo Jordan 有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 我就看 跟这个部长 文化部长上去 跟他谈谈 三谈两谈 就谈到文学上的问题了 哎 你还懂南非文学 我说读一点 后来我就谈到他爸爸 你读过我父亲的 我A.C. Jordan的 我说不仅读 我还翻译了 哦 然后这一下就交朋友了 结果他跟我谈谈的 后来他那几个司长 部长啊 咱们得走 还有下面活动呢 他说你跟他们说 让他们推迟 我再跟他聊一会儿 这样 这个给你的工作 也带来了便利 你跟他谈 你不值得他 你就跟他谈什么呀 所以我就觉得读书 对人的工作是很有用的 你觉得这些世界的多元文化 对你的写作 你看你写了红宝石 刚才也谈到了 西洋 写照 还有假如 还有莱绅 他真正对你的这个写作 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有帮助 我很欣赏 英国的三文家 Francis Bacon Bacon的 我也很欣赏 17世纪的他 对 欣赏那个谁 这个 法国的三文大家 孟田 孟田三文集 我也喜欢 这个 英国的这个 Charles Lamb 他们这些人 都是三文大家 也 我原来是 经过林语堂 她推 她的推荐的文章当中 我找到 我最根素颜看到 而且我把他们英文的东西 对照着看一下 我觉得他们这是 很值得我学习 这是一个 一个派遍 那么所以咱们中国人来讲 有很多写 很好 很好的这个 这个 散文的文学作品 当代的呀 古代 咱们中国的散文 真是 无价之宝 太好 我都特别愿意看 回去之后 前段时间 山东省出版的一个 这个 经典散文 两个 一部分是古典放门的 一部分是 现代排 五四之后的 这个情况来说 我这是真正认真地看 认真认真地看 而且我都做笔记 做什么来讲 我就看完之后 觉得中国的散文 是这样一种 这个东西 有时候你得体会啊 你光看着那些 这个篇章 然后跟他学 什么的 得体会 逐渐的 就什么 这个把这种 写作的方式 方法 和西方人 看看我刚才 谈的 Francis Bacon 孟田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些人呢 做一个比较 哪些东西 知道 所以我说呢 文学也好 文化也好 在一种 长期的积累 不是说 我立刻进行 教的 在这些 所有的 外交的经历中 你见了这么多人 有没有一句 中国古话 语经 一席谈 圣读 十年书 包括中国大陆的 或者国外的 有哪一个人 可以留下了 这么一个深刻印象 我想对我印象最深的 也对我影响最大的 是我的老部长 王龙 王龙先生 这是从 他这次也来参加了 这个 泥山国际 他是泥山国际 这个讲坛 他的主讲人 他到这来呢 就是 他主要是想 谈谈中华文化 基因 西州西曾经说过 中华文化基因 这个问题 他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任何一个人 有这个 physically 有这个 biologically 有这个基因 但是文化上 也有他基因 他主要 明天呢 就要谈谈 这方面的内容 这个我就讲了 王猛对我影响 是很大的 我就特别喜欢读 王猛这个人呢 他的看书 他的阅力 太宽泛了 他的读书量 太大 太大 他思想很活跃 而且呢 你读他王猛的书 我就感觉到 时常感到一种 很心情 很振奋 很乐观 很向上 很阳光 bright and sunny positive positive very positive inspiring 从来没有说 我读完之后 哎哟 那种劲儿 就没有 所以我特别愿意 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在忧郁的时候 在忧郁的时候 或者抑郁的时候 或者心情不舒畅的时候 我就拿起王猛来读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和阴落 编织你们 王猛本身也是很 这个 就是说他那个生活经历很 下乡 好劳动 那我就接着锻炼 他把这当时社大派 回来之后爆发了一种写作热情 他是七八年 是七七年回来之后 重新回来之后 那写作有一段时间 那个是很激情 生活中素材积累的 所以我说说 所以读王猛 是能够使人积极向上 我有一篇微博 微博就是我读王猛 我读王猛 我读王这篇文章 就是文章 在我那个微信来看 我们一定去找来看 几个方面来找 我也跟我们坐在 这个来讲 好多人后来 我写完这个反应很好的 不少人给我就回信 所以就看了之后 其实是很 太好了 因为我是积极地对待人生 刚才提到了 就是十七世纪 对影响的比较有名的 英国自然哲学家 培根 Francis培根 我记得培根说过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陈先生 他论述美 他说美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最高的美是画家 难于描绘的 因为它是一个难于直观的 是一个奇妙的美 在你的心里 美这个概念 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样 我也在考虑 思考过美的问题 什么叫美 谁是美 就这个问题 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读书的时候 我们一个班里边 我们一个宿舍 四个男生 晚上九点钟就关灯了 说要休息 大家躺床睡不着觉 就谈论当前的电影明星 谁最美 这个挺有意思的 有人说 刘晓最美 张鱼最美 张鱼 那个演员 所以大家躺着 我说大家不要说了 快睡觉了吧 其实呢 情人眼里出现 就美是 其实有时候 是一种主观的 有客观的 有一个普通标准 主观的来讲 这一看你 你从哪个角度来讲 但我觉得这个美啊 应该是给人 能够产生一种 积极向上的东西 积极向上 还有它的一种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看这东西 尽管看着很美 很什么 所以就是拿诗词来讲 我很欣赏 我也欣赏李毅 李毅啊 这些就是什么 春江 那个什么 一江春水上 一问君能有几个仇 这些东西很悲哀的 也很什么的 李毅安也是 李经兆也是 但是他那些东西 总有一些 七七惨惨七七 那就是感人 我还是喜欢 新曲极的 喜欢这个 李白的 李白和是这个 刚才按词来讲 就是那个 苏世 大江东去 浪滔 千古风流 就是这样的 就是手指贴板 唱到一种 是非常积极的 面对人生 对 所以你的 我下面一个问题是 你的美丽人生 这些切换 周正 美丽人生的一个主题了 你的美丽人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 因为我们觉得 外交官的人生 说实在 很多人 不管女生 男生 尤其我们在读高中 读大学的时候 很多人就想当外交官 觉得外交官的生涯 它是丰富多彩 经历 很多人是这样的 所以你觉得 你的美丽人生 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是这样 就作为外交官来讲 我觉得我们 要变得来看 有他辉煌的一面 也有他 很这个 苦闷也好 苦恼也好 有他自己的 任何工作 都是这样子的来讲 就拿我自己本身来讲 我有没有苦闷的时候 有 有没有郁闷的时候 也有 有没有工作 不顺心事 也有 但这个时候呢 你要从积极的方面 来去考虑 来去考虑它 然后呢 从积极的方面入手 其实好长一段时间 我的太太夫 跟我在一起来工作 我一个人在外面 很苦闷的 有时候 男是男年轻人 男是一分之一 男是一分之一 但是怎么办 我呢 把这个转移 移情 每次当中都叫移情 我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移到工作上来 移到我写文章上来 移到我看书上来 当我沉浸在读书当中 当我看到我的写的作品 在这个人民日报 在文艺报 或者是在这个 China Today上发表的时候 我就特别高兴 像他们说写文章 像 或者一些小说 像自己十月怀胎 生一个宝宝一样 这个马克思想 这很高兴的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有有 有有 有这种感觉 很叫 他们说在读自己写的书的时候 像舔自己的宝宝一样 有这种感受 所以你一这样的时候 那你就不想家了 就不想家了 好 这是美丽人生之一 对 然后呢 我就觉得就是 特别是退休之后呢 我应该觉得 十一后来有时候 我就讲过 生活从六十岁开始 从退休后开始 这个退休之后呢 有自己的生活 退休之后第一呢 要有自己的爱好 第二个人呢 必须有自己爱好 你没有自己爱好 回着生活目无目的 第二呢 有好的身体 第三呢 要有一群好的 说到什么来着呢 哥们或者一群好的朋友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三点是我们退休之后 必备的身体 这个爱好 与这个生活的圈子 有些人呢 可能官做得很大 但后来之后朋友不多 抑郁而死也很多 坦率来说 有的人然后 突然他怎么去世了呢 他不跟大家交往啊 他没有朋友啊 在官做官的时候 他这官很大 这种情况有的 那么有的人可能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爱好 干嘛一天 也不知道我干什么 看孩子 其实就很生活很无聊了 现在说的话 我每天看书 学习的事情 都觉得时间不够 上午看书 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你的美丽人生 书 是作为一个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各位朋友 你这会儿收看到 周深访谈美丽人生 那我们采访呢 是一位大家 都比较熟悉的老朋友 尤其他是洛杉矶 工作过四年 作为我们洛杉矶总领馆 在这地方的一个文化参赞 那他写了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假如还有来生 诗词 诗词 是昭和 作为昭和这个笔名写的 那么还写了 这是翻译作品 翻译作品 南平短篇小 南平短篇小 是红宝石 另外还写了 西洋写照 西洋写照 这是散文集 就我文化随笔 我这么多年来 我希望像这样的书 都在国内的各大书店 买得到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最后呢 我想请我们的 陈先生 在对我们的 周深访谈美丽人生的观众 讲几句 因为你很难到洛杉矶 也是一年多了 回来了 也是我们洛杉矶的老朋友 对我们的观众 将其 一些注意 好 谢谢朋友 谢谢这个 首先来讲 这个是 韩平电视台 韩平电视台 周中房产 提供这个机会 让我呢 和洛杉矶的朋友 再次见面 我想呢 就这个机会 助援大家呢 这个身体好 学习好 工作好 要把自己的 要读书 特别是这点 我就觉得读书啊 对一个人 特别是在当前 这个社会啊 比较肤脏 比较这个 西乌飘满这个时候呢 沉下心来 多读几本书 将来 对自己的充实 理想还是很有用处的 我想 让我们共同来 读书 然后也欢迎 明天呢 大家 参加那个 王某的 这个 第二间 尼山国际论坛 王某请大家 好 各位观众 感谢收看 周正宝谈美丽人生 谢谢